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孙阿姨 今天我想要为大家分享做一个五彩琉璃粽 五彩琉璃粽是我今年的一个新的创意 近日,在四川成都一商场内的端午直播活动中 73岁的台湾美食家孙一鸣正与线上线下的消费者 分享他新开发的五彩琉璃粽 以及台湾风味粽的制作方法 孙一鸣已在成都定居17年 在成都美食圈,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孙阿姨 孙一鸣的美食灵感来源于生活 今年端午推出的五彩琉璃粽 就是来自于他在疫情下的感受 疫情也这么几年了 我们大家的心情其实都差不多 有一点点沉闷,有一点点的忧郁,忧虑 不知道新冠什么时候走 那我就基于这个心情 我自己有这个感觉 我想看到一些色彩比较亮丽 比较活泼,有光彩的东西 给我视觉上面有一些欢喜吧 所以我就研发了五色粽 活动现场同样来自台湾的范家园 带着孩子在孙一鸣的展位前住足许久 已经来成都十年的范家园 这次购买了不少台湾鲜肉粽 准备带回家给成都妻子 尝尝家乡的味道 今天就来商场吃饭 刚刚好看到一个台湾阿姨在那边包粽子 非常的亲切,我好久没有吃到台湾粽了 毕竟在成都这边其实比较难到吃到家乡的风味的 其实成都这边的粽子也好吃 可是一开始还是比较吃不习惯花椒 可是成都的粽子一吃就一定得流口水 2014年孙一鸣创立个人美食品牌孙阿姨的移动厨房 通过进白场线上线下活动 推动四川人的餐桌可有一叠台湾味 反响热烈 我在14年开始 我就发现我可以贡献我一点点的力量 就是说我在推动四川人的餐桌可有一叠台湾味 因为四川菜的好吃是全世界公认的 可是台湾菜呢不一定合四川人的味 它有一点偏甜 可是我们都可以尝试接受一下这个味道的融合 如果在这一桌里面 你能够接受一下我们台湾的东西 我们聊起来就有共通性了 你说哪怕你提出意见说 这个台湾菜实在太甜了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里面是不是可以加一点 腊进去也可以啊 基础不变 可是口味我们可以互相的融合 我投你所好 你也能尝试的来接受一下台湾菜 在这个上面就没有隔阂了 比如说上海人的餐桌可不可以有一叠台湾味 也可以啊 北京人的餐桌也可以有一叠台湾味 甚至于还可以说如果没有台湾味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中国菜系也不完整了 虽然年过古稀 但孙一鸣依然活跃在美食创新的道路上 孙一鸣说将台湾的食材跟四川特殊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自己沉浸其中 其乐无穷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我还不老 我眼睛还是有光的 我还是可以表达我对食物的理解 美食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求和 因为所有的味道求到一个融合在一个地方是最最最适合 咸咸的要命你能吃吗 也吃下不了口 那甜的厚人也受不了 所以说美食它就是一个求和的一个事情 在这个端午节 不少四川人的餐桌上将再次迎来孙一鸣的台湾味 在他看来 两岸民众的口味虽有不同 但大家对节日的美好愿景是相同的 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我们两岸的同胞 其实吃的是粽子 想的是同一个合家欢乐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觉得说不管口味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有个心愿 能够在一起好好地分享 我们在节气里面希望地欢乐和平安定 拜拜 好 宝贝